今日 朕只在宫中设宴 为你一人庆贺 听说曹爽在战场上 立下赫赫战功 把你儿子叫进宫来 让朕见一见 陛下 他还是个孩子 别挂坏他了 陛下 奏表只是明日再说 今晚 我只陪子丹一人 陛下曾说过 各地监部室的秘奏 要及时成上 哪里的 卷成 莫非 又是此件和酒闹事了不成 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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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这就去传旨 陛下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阿翁 陛下 无必叫他二人来见朕了 你去吧 是 陛下 此戒又出什么事了 家门不幸 不作为外人道也 创死 陛下 这子剑胆子也太大了 陛下登基之日 他大哭诅咒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敢怂恿子文谋逆 居然还说 说皇长子是他的儿子 随时膳位于他 陛下 这 够了 陛下 子剑速日有过 陛下是看在先王嘱托之情 对他百般宽恕啊 可是陛下 现如今此剑狂妄致 已经足以动摇设计啊 陛下 不可再姑息了 这 要不是看在太后年事已高 未必惊动太后啊 陛下 臣倒是有一个主意 陛下可先下诏 将几位弟弟招入京中 让他们去觐见太后 以权天伦之路 太后呢 必然高兴 咱们就带几位军侯进京之事 把此剑单独审查 如果果然罪己昭昭 那太后有话可说呀 好 就按你说的办 臣 遵旨 你跑到哪里去了 几个弟弟都进宫了 赌你的护从说你半路跑丢了 太后和陛下都快急死了 子剑 你为何要私自逃跑 姐姐救我 我听说 我的监国是这冠军 向陛下禀告了我许多罪状 只怕此番进京 陛下会怪罪于我 故而私自逃脱了 想求姐姐 进攻去求求母后 让我先见母后一面 你好大胆哪你 那怎么办 眼下也不能不管子剑呢 陛下如此明明 你到了京城怎能瞒得过她 若是绕过她私剑太后 不是更出怒天威了吗 我知道 都是我自己最有应得 但是我一想起二哥 我就害怕 我只怕 我只怕 以后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这样吧 你先吃点东西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陛下 附近请罪 麻烦公主进攻通知太后 当着太后的面 陛下也不至于重责你 多谢姐姐姐夫 夫妻 想赞 请你 想赞 我 我 真正 想赞 我 你 想赞 陛下 陛下 子贱 原来你已经平安回来了 妹妹妹夫 快起来 谢陛下 有酒有菜 甚好 我们多日不见 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吧 来 来 子贱 我们也很久不见了 要不要 陪二哥一起吃酒啊 聊聊天 臣已知罪 请陛下责罚 只是 冠军的尚书实属诽谤 请陛下明见 何罪之有 何来的诽谤 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既然你一救足饭饱 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聊聊 陛下 毕竟是自家古咒 还望陛下从轻乏落 妹妹 妹夫 父丧屋已尽 你在家里 多陪陪妹夫 朝堂上的事情 就不必劳烦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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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得到 和家里面 September 已经闻了 多気付了 逗外 陛下 他真的杀了紫荐的 你教我如何是好 这可是陛下 这世上还有谁能救紫荐的 这 太后 太后 紫荐犯下的罪名 王大理说 那就谋逆 后宫不得干账 陛下不会放过紫荐的 他死定了 不 这世上兴许 还要一个人能救紫荐 罪臣曹植 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这里尚不带晴天 下不捋黄土 才适合说真话 不是吗 二哥 臣纵然有罪 绝不敢谋逆啊 绝不敢 我 那朕登机那一晚 你为何要痛哭 这些年的情诗 又是写给谁的 你的罪 连国法都不能书写 心里的罪 你不清楚吗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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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陛下 陛下 这儿是沈安慈的手段 朕见过 不想再见了 万廷威 陈寨 你来替朕沈 是 不要太快照顾 也许这样会改变主意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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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